亮却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紧接着已经被施工围离包住的 富凯大饭店一楼直接倒塌 干净请消防人员协助家中 行动不便的长辈紧急撤离 还好大楼正在进行整修作业 才没造成人员受伤 住户一大早也纷纷抓紧时间 返家拿生活必需品 富凯饭店对面知名的钢管红茶 年过80岁的老板含着眼泪 在远景协助下要回家拿药 富凯大饭店与403强震中 倒塌的天王星大楼 距离仅仅450公尺 相隔20天 富凯也不敌强震威力 整栋建筑物朝马路倾斜了12度 看起来摇摇欲坠 饭店旁边中山路往苏花公路方向 一整排区域民众都被要求强制撤离 不过在这里经营营楼 一人杨丽金的母亲 却不愿意暂时离开老家 妈妈昨天晚上就一直跟我说不敢回家 整晚待在海边 然后去朋友家住 然后交通也都断了 大楼接下来预计要设立 三到四支S型缸 进行加固工程 前因为周遭腹地较小 道路狭载 就算要比照过往的拆除方式 但难度明显会比天王星大楼更高 因为这边受限于环境的关系 天王星当初在拆除的时候 它周边腹地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在市区中心 那道路的路幅宽度也不宽 如今整栋大楼严重倾斜 也再难整修 只剩下被拆除的命运 不过症痛级可能超过两个星期 商榷生意恐怕大受影响 进行问张启涵 于家伟 吕传明 然有